113頁 練習百分百 第一題 下面個題中哪一個字子表示題目的意思 哪一個字子表示題目的意思 請在這個框框裡打勾 一張卡片長13公分 長比寬多了一公分 這張卡片的寬是幾公分 長比寬多了一公分 我們就知道寬會等於什麼 寬會等於長13公分減掉一公分 題目問的是寬 就是這個答案 所以答案是 13-1公分等於寬 因為這是一個題主題 所以我們要繼續回答下面的題目 第二小題 加固帶兩百元上機買東西 用掉了X元 答案是用掉 題目是用掉 身上還剩多少錢 那麼加固身上所剩下來的錢 就是兩百塊 減掉它用去的X元 是等於加回剩下來的錢 它剩下來的錢 所以答案是兩百減掉X元 那我們再看下面 編長是X公分的正方形 它的周長是多少 正方形的特色就是四邊都一樣 所以是什麼 4乘上X 那中間這個乘號 不要的 可以省略的答案就是4X 這是它的什麼 周長 正方形的周長 所以答案應該是第一個